Hello 大家好 我是芝音 今天呢是一期愉快的开箱视频 因为我最近陆陆续续续收到了很多品牌方的头位 感谢各位品牌方吧 当时呢也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宝宝们 所以我今天会挑选一些其中的产品作为礼物送的你们 那我们一起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吧 第一个呢就是美宝莲的这个礼盒 哇 这个包装真的很喜庆 开门红有没有 那我们把它打开 它这个是雕花门 整个设计 每个面呢都是可以打开的 哇 这里面装了一具持妆粉底液 我们把它打开 它的外包装长这个样子 这片我就不给大家试色了 到时候我作为礼物送给你们 到时候你们帮我试一下它到底有多持妆 这一面呢我猜是口红或者是眼影 我们来看一下 哇 是唇幼耶 你看到吗 这一支青霧唇幼02号 哇 它这个红酥色真太高级了 你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超好看 是我喜欢那种雅光露面的质地 而且这个唇幼的味道真太好了 好香甜 因为我刚刚涂完唇油 所以就不给大家试了 这一支我真的很喜欢 之后再慢慢给我们做食封吧 它一共是有四面 分布到第三面 这里面是Futiny的粉底液 最后一面呢是美宝莲的王牌产品眼纯卸妆液 我好喜欢这个礼盒 它的外包装是那种中国元素 但是每一面里面呢是不同的国外建筑 诶 它上面还有一个小盒子 顶部 我要打开看一下 这里面是一个香囊 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这个香囊我觉得真的蛮精致的 好啦 谢谢美宝莲 我们下一个 勇敢拥抱阳光防晒不止夏季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比较好奇这个盒子里是什么 好像鞋盒呀 应该不是鞋子吧 哇 这是陈若萱的明信片 哦 它这里面是有一个银盒 在利用的使用双名书枣 它可以当做一个健康环保的储物挂件 然后这里面呢是一台帽子 让我来试戴一下 好看吗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什么产品 这是一个面膜套盒 然后这是一个防沙乳 沙后修护的泥露 洗一全吧 那这一套呢我就不拆了 到时候我都送给你们 这装回去也太艰难了 接下来呢是EVLUM的这个银盒 这里可真的好刷银行啊 上面还有这种银盐 银盐洁净奢宠二不取银盒 它是618的节日版本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盒子的 这款是亮彩洁净面膜 它呢又称急救面膜 我之前也入过 用的时候呢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均匀地敷在脸上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一种泥浆的质地 我们用的时候呢 要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敷在脸上 然后等它干掉之后呢 用温水清洗掉就可以了 我觉得它也是很方便的 用完之后呢皮肤会觉得很润很透亮 这款是经典结颜霜 诶 它的里面毛巾是什么呀 这两块是洗脸睛呢 来查一下 加码兹林棉布进入冷水 并轻压脸部肌肤以帮助收缩 好 我知道了 好 应该是先用这一款 然后之后呢再用这个棉布 在最后一组按压在我们的脸上 然后使毛孔收缩 达到收缩的效果 今天晚上试一下 之前不是跟你们出过 植村秀和微中古莲美彩妆的一个妆容吗 就是这一系列的 看着沉甸甸的 这是植村秀对我的宠爱 我们先来看这个小盒子 首先呢 我们用这个眼帘的这个黄黄的 就是植村秀的砍刀美肥 特别好用 你们应该在我的妆容视频里已经尝看到它 这一支呢也是要送给你们的 这最大的呢 我猜的是 结颜油 不是我猜的 是看到吗 真的超大一瓜 这款我之前有送给我朋友 对她说就是超级好用 超方便 而且卸得很干净 这个是四把五十毫升呢 虽然是比较贵 但是我觉得它是挺划算的 很值得录的 这一关也抽给你们了哦 这礼盒 其实我之前已经偷偷了看过了 这里面装的呢 是一个植村秀的睫毛夹 我已经拆开来试用了 这款就特别好用 就能够加出那种卷翘的太阳花睫毛 看一下 这应该是赤兰盘 就是之前有给你们出过 装养的那种新导的一盘 反正这样子呢 它的配色呢 就比较有活力 比较大胆张扬的 我就不适色了 这到时要抽点 然后这一盘呢 这一盘是赤菊盘 这配色呢 会比刚刚的稍微日常一些 主要就是元气的成色为主色调整 这一盘呢 就可以去挑战那种不同风格的前卫妆容 这款包装我也很喜欢 上面有一种古经典的五爪的图案 这一盘呢之前没有给大家试过色 所以我现在要在手机上试一下 这颜色真的特别元气 特别适合夏天呢 粉质就跟上一盘一样 特别软弱 带着金色很好看 是一个很透亮的颜色 你觉得不管是它的粉质啊 显色度都是很棒的 亮片色呢 很透透闪亮 这一盘呢 就既可以很日常 又可以很完妆 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 到时候再给大家慢慢做眼妆试色吧 这三支呢 都是柔露系列的 色号分别是MRD163 它是雅光正红色 这个是枕叶菊 配置是西柚菊 之前视频也有给大家试过色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一支蓝色呢 是雅光系列 最重要是LSOR570 这白色包装 我觉得还是非常美 很酷 是鬼种古经典的配色 它的颜色呢 是那种特别元气的雪橙色 而且很润 这颜色呢 我能预感到它上颜会非常的显白 我能预感到它上颜会非常的显白 这村秀呢 还有另一盒 这应该是真正的鞋盒了 这应该是真正的鞋盒了 真的是一双鞋 看是不是还挺帅的 风风火火的颜色呢 风风火火的颜色呢 然后它里面还会有替换的鞋带 同样也是经典的鞋盒 我能七光和雅光的体质相结合 感觉这配色和刚刚的市举盘相得一张 只村秀出这个颜色必须大卖啊 我觉得怎么越看越帅啊 这双鞋 像我这样穿这种黑色的景深裙 然后下面穿一穿这种很火辣的很火红的颜色 应该还蛮帅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之前有抠过图纹的一座小众品牌 我觉得它这个唇釉的颜色啊 粉底液的质地都做得非常棒 再来给你们试一下色分散一下 首先是它这个景约的外包装 我真的超爱 它这个脸盒也可以做化妆包 这三只新上市的色号呢 都是眼光外面的质地 它这唇釉的味道呢 是那种淡淡的葡萄又的糖果味 最近啊就很喜欢这种甜美的香气 这个13号呢 我之前就有试过色 是那种带一点土调的 豆沙色 然后说到它这个粉底液 它的持妆力是真的很有用 但它这个色号上脸 在我脸上会有一点点偏暗 所以我一般会混合 其它粉底液一起使用 就能够达到那种遮瑕力比较强 然后又比较持妆的底妆效果 剩下两瓶粉底液 还有两个乘用呢 那么下面两个都要提醒一下 这个粉底液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搭配自己手头比较偏白的色号 混合在一起使用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好啦那今天这些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 以后这些公关里呢 我也会在个赞 然后进去做个视频开箱 跟你们一起分享快乐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